哈喽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聊星座 我们将聊到的是 10月23号到10月29号的 蛇星座一周运势 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接下来这周当中 水而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狮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狮子座的朋友们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这三天工作运很好 因为很强的协调能力 沟通能力和同事合作很愉快哦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狮子座的你呢 比较容易说错话 会让你的主管 或者是你的客户比较不开心 说话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在精巧才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这三天呢 室座的朋友们才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兴隆 星期一好星期二这两天 室座的你 情绪起伏比较大 很容易乱花前傲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两天 室座的你健康运比较低迷 请多注意你的喉咙 鼻子 还有呼吸系统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室座的你交通是比较差的 过马路开车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当心左右来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 桃花运很好 室座的你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但桃花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要小心哦 在天好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另外一半是相当热情的哦 对你是很积极的 会很努力的展现他对你的爱 一定要热情回应你的另外一半哦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呢 你容易因为一些小误会呢 和另外一半起争执 容易吵架 尽快把这些误会解释清楚 就能够消除这些不愉快了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天这三天 工作运是很好的哦 你的处事态度很稳定很踏实 过去的努力也会开花结果 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巨蟹座的你记得要低调一点哦 太高调的话 很容易找来小人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巨蟹座的你财运很好 记作生意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兴隆 这两天也容易拿到意外之财哦 星期五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购物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失控乱买的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 健康率是比较差的 要注意你的头部 还有脸部肌肤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 交通运比较差 如果觉得太疲劳 精神太差的话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这三天呢 却做得你桃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这三天呢 和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四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呢 让桃花圈在你身边的几率 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就会做朋友们 请多包容另外一半犯下的错误 多深入了解一下 另外一半的想法 会让你们之间感情更好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相处 是比较无聊的哦 可以准备一些浪漫的小惊喜 能够为你的婚姻 还有感情 整体更多的幸福感哦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时尚深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天这三天呢 天蚎座的你工作运很好 你表现很专业 受到客户的肯定和支持 业绩表现也是节节高升的 星期一好 星期六这两天会有比较多的突发状况 也考验天蝎座的你应变能力 多不够强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五 这三天呢 天蚎座的你财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是很兴隆的 这三天呢 投资也很棒 容易会有好的获利 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拿手油或是玩乐的部分 花费会是比较多的 要稍微控制一下哦 在星期健康的部分上呢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天蚎座的你健康是比较低迷的 容易发生运动伤害 运动之前暖身运动 记得做好做满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 星期二这两天呢 交通是比较不好的 开车骑车的时候 记得保持警觉 当心很充值状的来车哦 投赫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五这三天呢 天蚎座的朋友们 投赫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一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星期四的部分上呢 接下来最终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相处呢 比较平淡 比较无趣一点哦 要记得多准备一些小惊喜 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另外一半呢 很容易面临一些比较大的压力 需要天蚎座的你 多关心他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天这三天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工作也很好 你很有责任感 也很吃苦耐劳 主管对你很信任也很重要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双子座的你要面对的是 比较多的挑战和考验 会让双子座你觉得很疲劳哦 在今天要参与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这三天呢 双子座的你呢 参与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心动 星期五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遇到诈骗集团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要当心诈骗集团的话说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健康是比较低迷的 要注意你的背部还有腰部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双子座的你交通是比较差的 过马路开车骑车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边滑手机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双子座的你桃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喜欢的对象之间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二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烂桃花圈等你身边的几率 也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再来请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 想接下来这一周呢 双子座的你要多用行动展现你的爱 星期三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是会被另外一半宠爱的两天 也有机会收到另外一半送给你的小礼物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史上深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业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六这三天 金牛座的你工作表现是很棒的 你在职场上勤劳积极用心努力 当然成绩也会因为这样越来越好 星期一好星期二这两天 工作量呢容易突然变多 会让金牛座的你呢 觉得很累哦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这三天呢 金牛座的你财运是相当良好的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兴隆 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被偷被抢的几率相对比较高一点 千万不要太高调炫富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健康是比较差的 请多注意你的肠胃消化系统 交换还有足部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 交通是比较低迷的 千万不要超速 不要闯红灯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金牛座的你桃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 烂桃花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种 金牛座的朋友们 记得把爱说出来 多说一点甜言蜜语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 深深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 比较喜欢计较一些小事情哦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有一点受不了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带摩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六这三天呢 摩蝶座的你的工作运是很好的哦 你在职场上呢 处事决断相当清楚 明快工作效率很高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 小问题小状况是比较多一点的 会让摩蝶座的你 觉得有点烦躁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这三天呢 摩蝶座的朋友们财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兴隆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摩蝶座的你比较粗心糊涂一点 很容易用丢一些金钱或是财物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摩蝶座的你健康率比较低迷 很容易有跌倒受伤的情况发生 运动跑跳的时候 不要太过激烈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 星期天这两天呢 摩蝶座的你交通率比较差哦 请这样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摩蝶座的你桃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 这三天的烂桃花圈 在你身边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都和另外一半有一点亲密 互动多一点性生活 都能够让你们感情越来越火热 星期五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是比较没安全感 也很容易吃醋的哦 会让摩蝶座的你觉得压力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这三天呢 瘦座的朋友们在职场上呢 是相当机智反应也很灵敏的 工作效率很高表现很棒 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瘦座的朋友们是比较兴急 出事也是比较急躁的 出错几率当然也比较高一点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是我做的朋友们财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好哦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投资理财的运势是比较差的 做任何投资理财决定之前 也要考虑清楚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健康运是比较不好的 请多注意你的眼睛还有牙齿的健康 最统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是我做的朋友们较通运比较差哦 开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一点 千万不要分心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星期五星期六这三天呢 是我做的朋友们 桃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还喜欢的对象 之间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那桃花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在前后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就在追踪呢 你的另外一半很容易感觉到寂寞 有空的时候记得多陪伴 多关心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哦 星期三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说话之前要想一想哦 吃手做的你呢 讲话是比较大炮的 很容易伤到另外一半的心 说话的时候记得保持委婉 文和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的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工作运很好 你在职场上呢 很善解人意 客户对你是很信任 也很支持的 星期一还有星期五这两天要注意哦 你身边内呢 会有一些小人制造一些是非 要记得更小心 更谨慎的去面对这些事是非非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水瓶座的你财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心动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呢 生活上会有很多的花费 会让水瓶座的你觉得有点入不敷出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水瓶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你的腰部 还有膝盖 关节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交通玉是比较不好的 开车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安全哦 桃花瓶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水瓶座的你桃花瓶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喜欢的对象之间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 但桃花是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桌呢 记得都和另外一半聊天谈心 你的另外一半会带给你很多温暖的能量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呢 情绪起伏是比较大一点的哦 和另外一半呢 沟通的时候容易发生一些操枪走火的情况 所以呢 水瓶座你在和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 记得保持理性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六这三天呢 双鱼座的你工作运很好 你有很强的执行力 还有行动力表现很棒 星期一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工作量是比较大 小状况也是比较多的两天 对双鱼座的你来说是很操劳的两天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五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双鱼座的你财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心动 这两天也容易拿到一些意外之财哦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呢 生活用品家具家电损坏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双鱼座的你健康是比较不好的 精神也是比较差的哦 有空呢 记得多休息多补充营养哦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双鱼座的你交通是比较低迷的 开车骑车的时候 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讨鱼座的部分上 星期二星期五星期天这三天 双鱼座的你讨鱼座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喜欢的对象之间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 要注意烂桃花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你的另外一半很热情 会让你感觉到很幸福哦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另一半呢 比较容易说错话 会踩到你的地雷 会让你整个人很生气哦 不过你的另外一半呢 真的是无形自过啦 充裕作的你呢 要记得大人大量 原谅你的另外一半哦 接下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牧羊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业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两天 我们要做的你工作业很好 你有很好的职场人员 同事对你很想挺哦 星期一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我们要做的朋友们 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 工作效率也是偏低的哦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三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我们要做的你财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心动 星期一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千万不要太贪小便宜哦 太贪小便宜的话呢 是很容易影响失大的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我们要做的朋友们 健康是比较不好的 常常会感觉到很疲劳 精神也不太好 记得多休息多补充一样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星期六这两天呢 交通是比较差的 很容易遇到警察拦减 被开发单的几率也是偏高的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星期三这两天呢 我们要做的你桃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喜欢的对象之间感情进展 也会更快 星期二好星期六这两天 那桃花是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我们要做的你和另外一半呢 感情上可以说是互相信任 互相体谅相处很甜蜜 星期一好星期三这两天呢 你的另外一半的注意力 都在他的手机上面哦 反应和回应相对比较冷淡一点 也会让我们要做的你 觉得有点孤单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 工作运是相当好的 你很冷清很聪明 能够解决很多突发的状况 上升呢对你的能力是相当肯定的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要注意 这两天呢 你的记忆力是比较不好的 容易忘得忘息 也会影响到你的表现 在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天秤座的你财运很好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生意很兴隆 这两天呢 投资也很好 容易会有好的获利 星期五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被开发单或被罚款的几率 相对比较高一点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刺伤割伤受伤流血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 使用尖锐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安全哦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一好 星期二这两天呢 天秤座的你交通是比较差的 很容易遇到混乱的路况 开车骑车要小心哦 桃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你要做的你呢 桃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你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三还有星期五这两天呢 烂桃花圈等于身边的几率是比较高一些的哦 在爱情和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对在这一周呢 天秤座的你和另外一半相处 就像是老夫老妻一样 比较平稳比较安逸 但就是有点无聊啦 特别是星期二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呢 太过于平淡哦 可以多一点 轻轻饱饱多一点性生活 都让你们之间感情的美好 最后我们看到的 史上深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这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呢 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这两天呢 处女座等于工作运很好 在这场上呢 会遇到贵人相助 帮你解决不少的困难 星期六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因为主管对你有比较多的要求 也很严格 会让处女座的你觉得压力很庞大哦 在今天还有参与的部分上 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这三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参与很好 自己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的话 生意很心动 星期四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因为花费是比较多的 也超出你原本的预期哦 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二这两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健康运势比较差的哦 要特别注意你的胸部 还有腰部的健康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星期二还有星期三这两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交通运势比较不好的 很容易看作交通耗制 未归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套花运的部分上 星期一还有星期六这两天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套花运很好 很容易认识好对象 和喜欢的对象之间 感情进展也会更快 星期四还有星期五这两天 那套花是很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 要小心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一周呢 你的另外一半是比较喜欢 犯酒长得很爱碎碎念哦 会让冲一座的你 觉得有一点烦闷 星期五还有星期天这两天呢 冲一座的你和另外一半 为了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吵架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在沟通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过情绪化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